大家好欢迎收看super打好笑视频 今天开箱两只会下蛋的蜗牛 听卖家说这些蜗牛都是快要生了的 或许在打开的时候就有可能看到蜗牛蛋了 那赶紧打开看看吧 打开拿出来之后可以看到四只蜗牛 我买的是两只 那么这两只小的肯定就是正品了 这些蜗牛有点脏 我先拿去洗一下吧 洗完之后可以看到这四只蜗牛的真面目了 听说这两只大的是怕要惨淡的蜗牛 所以嘛不敢怠慢它们 我直接洗干净菜叶子开始喂它们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些蜗牛的肉是白色的 那么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白绿蜗牛 我再把我那只非洲蜗牛捉出来跟它们对比一下吧 各位可以看到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这四只小蜗牛在它面前是多么的渺小 这次开箱蛋是没看到了 听说养三到七天就会看到下蛋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我在想不会是被骗了吧 现在心里只有一个问号 因为这些蜗牛那么小一只 不知道成体的没有 只好先养着吧 我也想看看白绿蜗牛的蛋是什么样子的 等真的下蛋了 我再录给大家看吧 这期视频先到这里 各位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呦